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兩,我是梁煙成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最近大灣區的發展 是如火如荼的展開 大灣區究竟是什麼? 當然是指 廣東珠江三角洲 和香港澳門結合的 是一個大經濟合作的領域 這其實是一個發展的領域 很多人都會批評 但是 其實關鍵是 你支持發展還是 不支持發展 今天的世界的特色就是 一方面是經濟發展 商業發展 以及在發展互相合作 另外一種就是 發展會破壞環境 破壞了很多人原本的生活 所以最好 就不要搞那麼多 對於香港 也有些人 反對大灣區 其實 一直有一個陰謀論 認為 任何香港和中國合作 都是中國 吞別香港 或者 將香港 中國化 這個說法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吞給香港 就不用搞 一國兩制 如果你是說 中國 中國化這個問題 其實世界很多地區的發展 本身都是按照 比較先進的領導 的地方 向那個方向走 香港早期 其實是經過西化的過程 經過英國化 和西化的過程 令香港 成功 沒有人罵 香港西化 不對 當香港回歸中國 香港 有某些 西方的特性 也成為 它的優勢 的地方 但當中國發展 慢慢走到 成為世界的龍頭 的時候 香港自然 貼回中國發展 而得到這個發展帶來的紅利 當然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是反發展的 當然有 另一個說法 在西方的黨派 也有很多 反發展 例如 著名的 綠黨 那類 的組織 基本上都是反發展 維持大戰的原貌 它有它的理論 有它的說法 但是 如果以 現在世界整體的前途 特別是先進的世界發展 仍然是有一個發展方向 這樣才能夠養活很多人 如果歸回大自然 人那麼大 怎樣養活 其實是不容易的 好了 說回大灣區 他能夠提出來 1990年 當時 吳家偉 他是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以前三藩市 州立大學的校長 當時他在香港 他提出一個理念 就是三藩市的灣區 如果我們在美國發展 或者世界最大的 一個灣區 紐約就是三藩市 可不可以用這個理念 正是香港灣區 因為這個珠江 真的是 沿著珠江 這麼多的發展 很有動力的城市 剛開始了 90年代 希望有一個 零丁羊灣區 零丁羊 都想起 民天祥當時經過 零丁羊 當時 是一個 國破家亡 很苦難的日子 今天這個零丁羊 竟然會成為一個 大發展區域 這個真是 以前 宋朝 當時 始料所不及 民天祥的遺民 今天 民家的人 很多 在香港 都是宋朝 被 元朝滅 的時期 香港人都有一批是屬於當時的流落 是他們的子孫 今天零丁羊的發展 當時 到1998年 越港合作聯席會議成立 廣東和香港的發展互相合作 到2003年 廣東省書記 張德桿提職泛珠江三國區域合作 一路開始 買了這個國家的法改會 發展改革的委員 在那裡討論 終於 上到李克強 討論到這個問題 到2017年 就已經 納入這個國家的大規劃 一直到現在 2019年 正式公佈 越港澳大灣區發展的 干擾 其實 這個理念後面 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因為除了香港 進去深圳 去到廣州 中間還有其他 例如澳門上去的 有珠海 佛山 有惠州 很多這些 中間都是相當繁榮的城市 連結起來 的確是一個 充滿活力的城市群 同時 希望發展的方向 對全球影響力的 一種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而且對於香港 重新來做 中國 最大的 對未來的夢想 就是發展 成為世界科技 追上 最先進國家 當然香港屬於 中國裏面 一個最先進區 這個地方 能夠 承接很多 好的 科技發展 在這些地方 有足夠的 建設能力 的確是一個 很大計劃 當然他還有一個 意思就是 一帶一路 也是一帶一路 中間的一個 重要的支撐 也是使得 香港澳門 深度合作 包括內地 合作 造成一個示範區 而他的一個夢 是 移居移業移遊 的優質生活圈 每個 不同的城市的優勢 發展成為一個合作的領域 當然這是一個 大的 發展方向 在這個 大反方向 香港 進去 會不會被中國 吞了呢 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 很多人 關注的問題 其實 如果在一國兩制保護之下 香港和中國合作 不等於 被中國吞了 但是 之前 梁家傑 那些提出 很怕 香港 大陸化 這個 怕大陸化 成為一個 香港的 政治 的一個主題 而且這個主題 時常都是 不斷 重講 就是說 對中國共產黨政權 的懼怕 其實 如果你 假設中國 是想吞滅香港 中國早就吞滅了 需要搞一國兩制 而中國 其實是想用到香港 這個獨特的位置 去幫助中國自己的發展 所以一國兩制 對中國 有利 這些 陰謀 都有一個 有趣的說法 認為 人詞 單程正 來香港 每日 都有一百五十個 左右 都是一個陰謀 來 溝探香港 有些輿論 就說 溝探香港人 多大陸人 令到香港的選舉 晚地 都不支持 民主派 那些 說法 其實 所謂 單程正的問題 根本就不是 中國政府 要求的 香港 是在 港英時期 那個要求的 那麼 其實呢 是 在 之前 中國大陸 那時候有很多問題的時期 很多人都逃亡香港 1950年到1980年 香港的前途談判 香港政府都是用 一個 抵擂政策 就是內地人 游泳過來 到香港市區 就可以 留在那 直到1980年 才到一個 談判 中英談判 開始 決定 有所謂的單程 正 這樣的做法 中英談判 就 有個聯合聲明 有個附件 就是說 裏面第14條 就說 對中國 其他地區的人 在香港時 香港這個 特別人證區的時候 就將 按現在實行的辦法 管理 就是 中國 審批 香港 決定配額 這就是 兩地的一個 雙方面 經過權衡 妥協的安排 後來 寫入 基本法 單程證 英國當時的 要求 根本不是 中國 想用單程證 來控制香港 這句話 又有人可以大做文章 說 中國強迫香港 接受 150 人 這句話 可以說是 一個騙局 原本 在中英談判時 都說定了 的做事方式 根本也是 香港 英國 政府 的要求 這個問題 有些很簡單的 案例 都會看到 因為當時 中國自己 都不是鼓勵 內地人移居香港 有一些 居留權的案例 當時的一個 吳嘉寧的案 還有一個 叫做 莊峰園的案 中國政府 都是反對 香港的法院 作一些 有利於內地人 留在香港的判決 其實 中國根本不是 有意 有興趣 含含聲 大堆人湧入來 而且還有一個 湧流的 是不是一定 支持建制派呢 未必一定 可能他來到香港 發現原來 以前那個 制度 沒有那麼民主 民主好一點 想支持 民主派 一樣 不過 如果那些人 假若會支持 建制派 就是 看到 所謂民主派 做得 太多 太噁心的事 才會 不去支持他 每天都是 拉布 吵架 都不是有建設性 才會 轉型支持建制派 所以 有些人 不斷 將 譬如 由單程正問題 到現在 這個 粵港澳 大灣區合作 還有 港豬澳大橋 全部都說反對 其實關鍵來說 現世的世界是按著 需要來發展 發展下去 只要能夠有更好的 和大家配合的 好的前途 當然就發展下去了 那麼 怎麼藍了呢 都阻止不了 這個時代巨論 的 向前 繼續的發展 休息一會 回頭再談 說明 說明 是 要